朋友们,公园的一位大爷, 看起来那也是宝金风霜啊, 但是思想很有活力, 他总能够从全局出发, 回答出独到的见解, 不拘离于传统观念, 而是保持着与时俱进的态度, 从他的交谈能够体会到他的开明, 扩大, 不同于传统中国老人的格局和思维方式, 很有意思, 值得一看。 他们都说年轻人要多吃点苦, 您怎么看呀? 人上世间来干嘛来了? 是为吃苦来了吗? 勤劳致富, 要致富农民早富了, 农民不勤劳啊, 就农民最惨了。 年轻人要是坚固奋斗, 不要找那高薪的工作, 要找那个工资低的就断断自己, 这都是什么人呢? 不十年烟火吧, 给压工资下来呢, 一月给压一千块钱。 他们享受着父辈带的红利, 把他转过载来告诉你说, 努力一定会成功, 怎么努力啊? 你压努力了吗? 不如你爸爸一电话, 估计不这事儿办了吗? 你们多难, 爱难。 你们要继续, 你都没继续, 他也不愿意攒, 也攒不了。 一天不奔购, 一天就没有收, 多可怕。 养儿能防老吗? 防不了。 现在这儿是什么儿啊? 这是爷爷, 很自私的, 俘小有自私。 现在祖宏子的 俘养方式、教育方式, 企图都一样, 有规矩吗? 有教育吗? 就是养, 都去我们穷的时候, 都小时候父母, 现在这个也好吃的, 现在给他吃, 你非得要求他孝顺, 他怎么孝顺啊? 就离孩子, 全家钱惯的, 你能赖他吗? 那也不对。 无所谓了, 想开了, 你跟现在老人都是这个, 也不怕死。 不要用任何医疗手段, 跟药物回处的生命。 自己又遭罪, 给着女天负担。 你孩子孝顺吗? 我们男孩子有规矩, 不敢过分。 你这钱呢, 你不给他们呀, 你就吊着, 他们老来。 你给你把房子, 这样存活, 全给你分了, 你看来不来。 您觉得年轻人是先成家, 还是先立业比较好? 你先立业, 他能立起来, 还是你能立起来? 立起来了, 你那能在一块吗? 你立起来了, 你对他的态度, 不知不觉的就会变了, 眼界开阔了, 对于他来讲, 你肯定就不满意了, 这不是钱造成的。 同样的, 那个男人, 他成了你没成, 看他上你嘛, 长期啊, 身调啊, 能力啊, 都相当好的女孩, 他旁边听到手上的一帮人, 他有人带有目的的, 没结婚不是吗? 我就往外走, 你说还有你的份吗? 那你说先张家先立业, 你先立业, 等你们俩立完了, 变了, 不是你变他变, 先成了家了, 那我怕就是一滴地毛, 这个金刚你能够能承受, 实际上家的服务都一滴地毛, 生所百叹, 就这把00号, 真可想开了, 我就躺平了, 我接红为什么呀? 我为传统接代, 我接红给我带的后果是什么呀? 一天到晚招不完那集, 挣点钱自己不守这不是花, 还得考虑他, 不是不愿意接, 没分接, 你让他们生三孩子, 你就这点水活这点泥, 你们两口的一言挣十万, 那我俩孩子试试, 现在说生活水平比较提高了, 人倒是没理想了, 没笨头了, 你们多难啊, 太难了, 你说要继续跟东北继续, 他也不愿意攒, 也攒不了, 一天不工作, 一天就没有收, 多可怕, 你顶多是中国5亿人口了, 住房不困难了, 上学不得校了, 深层子的问题啊, 反正我这边都看不见了, 许一席就没取票了, 咱太漂亮了, 多大的作业, 丑气禁地家中保, 高房软地类怎么算, 本身你的人有相当力, 特别有威望, 你许一席就特漂亮, 也有一些人, 色展貌天, 他还打你媳妇出去, 在你媳妇单位里头, 我们领导同事, 结婚跟结婚, 好多人打你媳妇出去, 你要想过一安门的生活, 就找一个无票了, 你一来不回家, 也没人找你媳妇妈的, 就说找媳妇就找一个媳妇了, 通信大理, 方位思考, 这两点我觉得所造的, 您觉得老了要不要跟孩子们一起住? 近而远之, 谁也别招谁, 没事别来, 为什么呀? 少她一会儿掺和, 要一月来一次啊, 没等着烦呢, 她走了, 你要天天来, 天天来就出毛病, 儿子不出毛病, 媳妇儿媳妇也出毛病, 沉上矛盾, 有那见骨头, 跟人看孩子, 不来吧还想, 来了吧一大帮完了以后, 背后有他们妈打街去, 我赶紧你们这儿哪个, 装什么嘶的, 没事嘛, 这是两代人, 我要能说服你很困难, 你要说服我, 也很困难, 咱干嘛交这心呢, 你有你的生活轨迹, 你有你的思维, 你就按照你的生活道路去走, 你别强制她, 你能教她什么呀, 哪个正确的方向, 让她自己闯起吧, 撞起吧, 早点算的, 养老院不能去, 你跟家待着, 没什么年, 能多活几个月, 你要是一个月, 交五万块钱, 十万块钱, 我们两口交一单件, 你一个月, 你就五千块钱工资, 六千块钱工资, 你住在什么两个人, 六个老人, 四个老人住一屋, 那小婴儿长得再寒淺, 你抱着一闻是哪味, 这老人, 那个尿床了, 那拉床了, 然后那一口, 他那闹, 他那咳子, 他那喘, 那种经浪远去, 你也死得快一点, 就这么护工, 能再当人吗, 换位思考, 你是一护工, 你心眼挺善良的, 你长期接触这帮人, 有发辣子, 辣苦里的了, 你做何感想, 你能怎么做, 你不骂他们就不错了, 成长干嘛去啊, 为人处世上, 您都是怎么教育孩子的, 教育没用, 你什么数学都有公式, 有一个公式死的, 这社会是活的, 不要管他, 放他, 生为让他自己多练去吧, 就问我有时候吃饭, 吃吃饭的, 跑一个, 说他请客, 编了, 你们干得出来吗, 你们还认为, 又哪个这么烦事啊, 你一请客你怎么跑啊, 你们认为不正常, 那就说明你不正常, 那我请你客不带客啊, 你屁的巴巴, 你给我叫十来个人来, 什么意思啊, 哪有东西那头呢, 差不多了, 我颠了, 你跑了吧, 那帮人不说你不地道, 说你鬼, 说你激了, 你要真这么实在了, 把这账都给结了, 那帮人回家说, 你傻了, 你说你怎么做人, 哪个队哪个做啊, 什么时候你给他这事不脸疯了, 是正常了, 你有可能有记忆, 你又不尴尬, 尴尬就是别人, 看完这个视频啊, 是不是觉得影片里的这位老人啊, 那真的是活出了一定的人生境界啊, 如果家里面的老人都如此的通透, 那那个家庭一定是很和谐的, 这里啊, 我就特别有感触, 像我爸爸, 他当兵很多年, 从小接受了党的教育, 那思想绝不这一块, 那绝对是让咱们党很放心的, 每次吃饭的话, 都不敢聊任何一点敏感的话题, 一聊就闹掰, 一闹掰就是我思想有问题, 哎呀, 真的是让人很不赖, 我不知道你们家里的老人啊, 是否都像影片里的这位老人, 这般开明, 但我想很多中国家庭的老人啊, 那绝对是老粉红一门, 聊点什么社会问题啊, 性格爆炸点了, 那绝对是跟你当场翻脸那种, 不过也能理解, 他们所接受的教育, 所处的年代, 那种环境, 一辈子形成的观念啊, 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 唯一能改变的, 我想就是我们自己吧, 老了以后不要做这样的老人, 好, 谢谢大家, 坐, 69, 小百分 mesa, 一igh 所有的 Mo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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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往 啊